因为呢也是出于一个安全起见 出于保险这个的这个方便来考虑 依旧还是要保证亚运会 对 因为呢他们从美国回来 本身夏季联赛呢就很疲惫 强度也已经很大 回来的短时间内确实是需要时间来调整 因为呢这个中国南拉红队就曾经出现过 在去年的夏天当时邹宇辰刚刚从美国回来 当天晚上就参加比赛 那是很不幸啊 当时是意外的受伤 整个赛季报销 而且至今都还没有付出 对 所以相信这样的经历也会让教练组 让球队变得更加的谨慎 是 方说在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提到啊 可能在亚运会更多的会以三后卫的状态出现在场上 这个也是今年红队比较大的一个战术思路上的一个变化啊 我们说之前其实在两个窗口期红队表现出色 更多的还是说锋线人才积极 对啊 那在进入亚运会之后可能后卫线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也是主动求变嘛 因为你不像那个时候有那么多好的前锋 我们看这边刘志轩开场第一级三分成的投进了 和上一场比赛稍微有一些区别 并没有说直接一定要找到内线低位单打的机会 外面有空间有机会之后呢 很快的去分出来 我们看其实红队啊 在不同的阶段展现出了非常 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战术思路啊 这个当然了跟整个球队当中人员结构有关啊 里南指导也是做出了一些相应的部署 我们都知道前两个窗口期 更多的还是以小丁的封线为主导 对啊 在之后的我们说第二第三窗口期 那大王变成了战术的一个核心 对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看从美国回来之后啊 以外线后卫来主导的这么一个啊 战术思路好像又重新的体现在了南蓝的 目前现在的这个比赛风格之中 没错 镜头也是对准到了乌克兰这一次的主帅耶夫格尼 昨天其实阿布杀拉木在四号位上无论是提到高位来做侧应 还是破联防占罚球线都是让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看看阿布杀拉木啊 能否更好的再来适应四号位的这么一个位置 一开场啊 都没有先急着去攻内线 是 两个球都是外线的这个出手 这边乌克兰 我们看这边应该是回表了啊 这球应该是不回表 因为方硕的抢断并没有完全控制住球 对 这次应该是留给到乌克兰进攻时间应该是 至少应该是少于十秒的 嗯 这个主裁判王梅 及时吹停了比赛 是 还剩最后六秒钟 后场发球 这个球也是需要给球足够的一些压力 这边出其不意选择了超远距离的三分球 来自三号的艾霍尔 身高米82 95年的后卫 整支乌克兰队相对来说 年龄结构还是比较年轻的 对 这支队伍甚至还有这个打过大学生比赛的队员 是 方硕 给到大王 第三个进攻回合啊 找到了内线的机会 这个球有些勉强 因为实际上对方是两个人在防守的 是 大王今天要去队位的是14号的米哈伊洛 这名84年可以说老将 还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大赛的经验啊 而且身高2米12 今天其实大王面对到他 我们看从体型上啊 大王可能不如昨天去应对 萨尔维亚的几个内线来的容易一点 萨尔维亚的内线普遍偏瘦 但是呢 这个乌克兰的内线的这个壮汉啊 看得出来身体是非常结实 是 乌克兰这边的这个内线球员啊 就有点俄罗斯立陶宛这种啊啊 前苏联的内线大白熊的感觉了 他也是东欧的风格很明显 是 前些年的当时他是在这个捷特的带领下是 前CBA外员这个捷特的带领下 他打得非常不错 哎呦我们看这边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这次的盖帽 也是方硕啊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那时候呢乌克兰并不是太被很多人看好 去打这个欧锦赛也好 结果打进了四强 对 就是在捷特的带领之下 那其实这几年乌克兰也是涌现出了 许多很出色的篮球人才 对 包括像莱恩 对 像这个今天刚刚被胡人选中的米哈伊洛维奇 包括其实他们有多名 比较年轻的群人都是在NCA这个级别的联赛 这个大适生的比赛的效力 对 他有一个美式后卫一代他 大家是这个全攻全守的风格 是 讲究对抗 其实跟足球一样 对 南篮的欧洲杯也其实是小世界杯 对 他的这个每年啊 也都会有非常多的黑马 我记得前两年马其顿打的也非常好 他当时也是有美式的后卫 没错 麦卡勒布 麦卡勒布 这段时间是联防啊 这个回合 也是防下来 对 把防守的陷阱基本上是扎好了 可是转换进攻的时候有一点着急 这球啊赵继伟因为隔着流制宣传 方硕这个球呢有一些犹豫 到底是自己应该是顺到底脚啊 还是说等一等球 这个犹豫之间啊赵继伟出球了 今天比较兴奋 但是开局阶段失误显得略微有一点多 我们看这边又是来自王哲林的盖帽 这是个轻松的上篮机会 又是两名后卫之间的连线啊 方硕的出球非常快 进球之后全场扩大的盯人 对迅速就地形成防守 是高压的逼抢啊 这是这两场比赛热身赛 红队非常惯用的一个防守的思路 今天由于整个乌克兰队的内线 相对来说吨位更足啊 于长洞应该是会获得比较充足的上场时间 而且我们看啊 呃 现在是打了有小半截的时间 是 大部分的机会还是在找外边的机会 没错 两场比赛其实体现的思路还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一对一的情况下 在三秒距离并没有绝对的这比太大的优势 是 或者说还没有到去打内线的时候 你只有外线打开了 才能够提供给大王更好的内线精工空间 对你开了才能把防守带出来 是 才能迫使对方的防守发生变化 这边做出了一个换身调整 拿上了田宇祥 今天的进入轮转阵容的时间 比昨天早了一些 乌克兰这边换了一个联防 防守的三分还短一些 田宇祥他力量对方还是不错 是 个子虽然不是很高 但还是很扎实的一个队员 是 两个人高位的严阻 这段时间防守的到位率很高 这个球如果往若测三分线外传球 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 总的来说呢 刚才这个防守轮转的这个及时性啊 包括大家脚底下移动的速度还是不错 是 始终保持是一个二对一防守的一个局面 没错 因为呢你如果去一对一防 对方有可能用身体上的优势去吃你 这边大王移动到地位 好球 这种球是应该坚决的打 好球 因为动起来了之后啊 优势就在王哲林这一边 我们看大王这几次 挡完拆直接顺下之后啊 形成的机会都非常不错 对 他不会说站在三秒区里去这样的硬生生的要求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低效率的一个打法 对 或者说是下下折的一个选择 对 他是根据还是要这个 因地制宜 是 根据不同对手的特点 你打昨天的球 你可以就是去要位 甚至你要位的时候还能博得一些犯规 但是今天啊 对方那些力量很足啊 我们看这边镜头也是对准到了周琪和小丁 今天他们两人也不会出战 那本来说他们在这次的四国赛 可能会有一场比赛 让他们打一打 现在来看这三场比赛 可能小丁和周琪都不会登场 还是很期待的 因为呢 有这俩人和没这俩人 其实呢 球队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 没错 两支级别的球队 多了两名NBA级别的球员 对没错 所以还是期待的 希望明天他们能够上一场 是 这边也是利用自己的脚步 这没有办法 因为你在很深的位置被对方要到了 那证明米哈伊洛啊 证明老将手上活还不错 有 与长栋的三分 有了 长栋这个三分啊 他的呢 出手啊 可能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是 呃 动作呢 有比较特殊 但是他的这个整个的弧线 包括稳定性还是很不错 这两年 这个三分球已经是添加到了日常菜单里 技能包已经收入怀中 是 再反规 我们看这边拿下方朔啊 换上赵瑞 换上一名冲击力更强的后卫 昨天的比赛里呢 中队转换进攻打的好的那段时间 赵瑞应该说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印象让人深刻的是一个回头望月给王哲林 对 奉献了一次双手的扣篮 再加上自己的几次左手的单技闯关 但是昨天比较差强人意的是赵瑞泽投篮不好 对 几次空位的三分都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 你看今天能不能有一个调整 这边险些失误 上来就是突破分球 刘志轩点一下 再给到鱼长栋 可惜了 机会已经是出来了 是 鱼长栋呢 我观察啊 他的这个三分底脚准的地方还是比较靠近90度 90度到45度 对角度比较高的这一块的区域 还是要去习惯 因为我们看 无论是阿波多沙拉木 还是鱼长栋有许多的底脚空位三分的机会 对 这个是鱼长栋要去习惯的 因为这跟他在俱乐部当中扮演的角色其实还是不一样 对 对 而且呢 面对联防的时候 底脚永远是一个会出机会的地方 没错 我们看本节篮板球方面目前中国队落后 一球还是守一个定人联防 对 这边又是造成了乌克兰队的失误球全回到中国队这边 11比7 天玉祥这边一个人一条龙完成这次进攻但是命中率不是太好 药 荆棘独立啊 这个球稍微差了一点运气 是 这球扛是完全扛开了 余长栋现在的在进攻端的自信心是非常的这个好 球员一般夏天练的苦啊 完完全全就知道自己能到一个怎样的水准 对 可能有一些球员呢 你夏天偷偷懒 真的打起比赛来 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从余长栋的这个动作就看呢 他知道自己整个夏天对自己提高了多少 做起动作来会更有信心 对我自信 我自信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动作 我平时在训练中我可能进了很多次 我在面对防守有强度的情况下 我训练当中能一次次的把它投进 我在比赛中才敢于真正运用这项动作 这个以前都说一个动作得重复两万次才能够在比赛当中灵活运用 对 所以这几个夏天我们应该都是能够看到 余长栋的进步 不管是我们说现在在国家队从可能原来是没有资格进入国家队的球员到现在成为了红队打亚运会在大名单里的球员 还是在俱乐部其实是越来越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都要看到余长栋这几个夏天以来付出的汗水 同样像方硕这样子的球员同样是令人欣喜 并且有这样心情的球员就会得到回报 我们看赵瑞的三分还是短 这个球是以余长栋的突破分球作为发起的 这边换左手再打进 11比10 这段时间对手应该是在守一个联防 没错 联防如果两侧45度的三分球投不进 现在又突然换成丁人 球还是更多的在外线 球因为今天几名乌克兰球员比较壮 球没有很好的能够输送到内线 刚守完一个联防立刻换成丁人 也是希望用这种变化让对手产生不适 赵瑞又完成了一次抢断 这个球我们看赵瑞可以自己攻了 自己来 今天这支乌克兰队 所以说我们说 从橙色上不及昨天赵瑞 但是今天在身体对抗上 其实是要比昨天来的更加强一些 他给的对抗更凶 中队好多呢可能能进的球 因为在对抗之下 最后的命中力也并不是很理想 是 阿布图沙拉木 在造反规 你像这个球 也是阿布图沙拉木 信心满满的去冲击内线 但是呢 一个这样很强的我们看对抗之后呢 你很难再去完成终结进攻的这个动作 是 那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 毕竟这只是热身赛啊 更多的还是要为亚运会来做准备 这个之前造成了马克西姆的犯规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上赛季效力于NBA发展联盟的球员 我们看亚运会的领队 姚主席 真是非常繁忙啊 今天上午在北京 做选秀呢 对 我在选秀大会的现场采访 姚主席还在上台致辞 还在一个一个念出被选中新秀的名字 那下午就来到了这个昆山 是 一南一北的距离啊 这边天宇祥的上抢被吹罚的犯规 这个咱们说一句这个闲话 分享一个跟姚主席有关的一个小段子啊 那姚主席呢他一般呢 坐高铁 因为身份啊 因为身材都比较特殊 他呢会做这个商务座 是 那商务座呢 嗯 里面看因为也会有别人 没错 或在同一个空间 但是呢 姚平并不因为说我是超级明星 我是这个蓝鞋主席 我就有价子 他很愿意跟这个身边的一些人呢 聊天 对聊天 哪怕是篮球圈之外的这个 话题 对 他都愿意跟别人聊 比如说听一听这个 外行对中国篮球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在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 这个乌克兰队给到的身体对抗啊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啊 姚明是为数不多的 我们说体育明星里啊 有社会价值的 对 球员 对啊 我们说跟NBA不同 因为我们看NBA 包括整个勒布朗詹姆斯也好 蒂芬库里也好 他们都很愿意 无论是在政治 在社会方面 包括在种族平等方面 做出他们的影响力 对 我们这样子的运动员还太少 但是我觉得 当姚明成为我们的蓝鞋主席之后 会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 具备他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对 14比10 昨天董汉林也让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他很多球都是拼出来的机会 是 我们看今天又已经抢了两个进口老板球 而且呢 投篮一直不是他特长 但是昨天罚球不错 是 我印象中好像是没有丢 今天也是延续了不错的手感 南篮进球之后还是扩大的1211 但是这边我们看乌克兰破的也是比较的娴熟 安德烈 第一下很快就把球转移出来了 是 说话今天第一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 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不高 这个球难度大 阿布莎拉姆三分球投进 蓝莎获得了更多的进攻机会 虽然命中率不佳 但是今天利用多个回合的防反 往反 还是很好的保持住了自己目前领先的一个位置 这边我们看方硕应该是下手了 被吹罚了一个犯规 28秒钟的时间 好 我们看这边18比12 这次应该是踢到了乌克兰球员的脚上 但是裁判还是给了乌克兰一个前场球 双方应该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 是 这是一字落位 换成了一个 盒子的发球战术 一个box 这球换人换的乱了一些 我们从现场声可以听到球员一直在叫要换 对 但是换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混乱的情况 最后一攻赵瑞拉开 一对一 强行的切入 可惜了 稍微差一点 第一节比赛战霸18比15 中国队领先三分结束第一节的比赛 还是给了对抗 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地方 他的哪怕小镇小村 跟篮球氛围非常好 没错 那他晚上都有这种灯光的球场 大家去社区跟社区单位跟单位之间打这个比赛 我觉得这些呢 也是中国篮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基层篮球 我们看这边开场之后 上线牛角的掩护 没有挂开 这个球可能又得需要个人能力去进攻 赵瑞二加一打成 这几个回合啊 在通过传导球 通过战术打不开的情况下 赵瑞还是利用自己的冲击力 帮助南岚上分 之前看有介绍 今天因为法国队世界杯夺冠了 说提到法国市中心周围的这几个区 差不多12区到16区 因为法国的这个分区是按数字编号的 因为越后面的这个分区就越 越远离市中心啊 他的这个足球的氛围 基本上每个区啊都有多支 这种以社区为单位的足球队 然后会组织很多的比赛 那像许多今年法国国家队的几名成员 都是成长于这些社区联赛当中 这个就告诉我们 其实整体的基层的建设 金字塔塔尖要想站的高 下盘必须扑的大 卡基必须打的牢 他是最初孕育一批人梦想的土壤 是 你看这边进入到一个暂停时间 这段时间其实跟昨天一样 在阵地战当中其实打的并不好上半场 对 昨天是因为整体来看 风险上高度不够 那今天相对来说 对方的风格其实是比较的强硬和强悍的 对一开始不太适应 但我相信还是有机会去用后面的时间去慢慢调整 没错啊 因为乌克兰队的整个的他的对抗强度是不错 但是没有强到那个级别 是是你去通过自己的调整可以去应对的 没错 乌克兰今天整体的风格其实跟昨天又不一样 对 一直在强调遭遇战的重要性就是 你能不能从昨天的这个对手当中跳脱开 马上进入到另一种比赛的风格 并且把这场比赛转化成自己擅长的比赛风格 这个是我们说这几年来 男篮一直需要去改变 并且是我们希望看到他们所去拥有改变的这个能力 而且看了这一阶多一点的球 我觉得可以去多杀伤 那赵瑞用自己个人能力去突破 其实效果不错 是 因为这场比赛 你一方面要阅读对手的特点 另一方面你还要阅读裁判的尺度 是 当你看到你的杀伤 你去制造犯规有效果的话 其实可以去持续的去做 没错 我们看暂停回来 乌克兰来发球 场上这边乌克兰发球输 回过头来变成中国队的多打少 再到底脚 好 方硕的三分 这两场比赛下来 中国队的三分球其实投的并不好 对 方硕呢 昨天整体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最后的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是 确实是一个心理素质过硬的队员 大王这球防的不错 可惜了运气好啊 这种球没有关系 是 再给大夫杜沙拉木 湖顶的空位三分球 暂停过后两个球都出了机会 两个球都没能投进 还是要我们说 从训练状态到比赛状态啊 还是要找一找在比赛当中投篮出手的这个节奏 它主要是肌肉的一个松弛程度 是 对抗的时候要求肌肉要紧张 投篮的时候要求肌肉越松弛越好 是 那怎么样去调节这种肌肉的这种收放自如的能力 那是平时你要去训练 是 这连续命中这个运气球啊 是 运气确实相当不错 这球投进之后呢 好球这有一个反跑 反跑 可惜大王的这个蹭影能力啊 不是他所擅长的 低下两个人没有达成默契 是 上线还有有挡拆 向外面转 再凸两步 这个球打的比较勉强 难度很大 对 面前全是防守人 我们看赵继伟虽然是站在了身高两米的前锋球围面前啊 但是其实赵继伟的对抗一点没下强度 这个球对方没投进啊 实际上机会完全出来了 我们看这个球吹了中国队的犯规 这边再把董汉林拿上来保护一下内线 对 这会儿呢 对于整个内线防守的强度和篮板球的保护是需要提升 是 在周期还没有归队的情况下啊 4号位这个位置上可供选择的 其实只有阿布杜沙拉姆和余长洞 这两人也只能视体能情况进行轮番的登场 那更多的其实调节我们说这段时间场上一个战术核心 或者说这段时间的战术重点啊 还是在5号位这个位置上调整 还是给到赵瑞让赵瑞完成一对一 哎可惜了 同样的战术 地图有一点明显 选择了抛头 这次还有进攻篮板 这段时间抢的很凶啊我们看 是 内线去打董汉林 然后第一下没有打 这边突破啊又是用一个变线 从人缝当中钻过去 我们看这边24比20 乌克兰是领先到了4分 这边李南指导请求了一个暂停 强度又上来了 是 强度上来了 节奏又变紧了 是 这时候怎么调整 这个时候看我们看这个暂停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没错啊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乌克兰队啊 逐渐是利用自己身体对抗上的优势 就是啊 在篮下 包括在突破啊 在篮下能够拿到一些分数 中国队这段时间 在整体的防守强度没有第一节体能那么充沛的情况下啊 联系队被对手是突到内线 对这个时候 需要对防守策略来做出一些调整 对 24比20 今天来看似乎还没有打算要上赵太龙的意思 包括孙明辉也是因为有伤 可能今天的人员整体的名单跟昨天应该是一样的 对 其实啊 我是反倒希望这场比赛能打得更胶着一点 如果这种节奏我们从头咬到尾 可能对队伍的锻炼价值会更大 是 我们之前也是提到了啊 虽然说这支乌克兰队的橙色是不及昨天塞尔维亚这支队伍的橙色呢 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比赛风格 我们说比赛风格是有相特的 让中国队有些头疼 有些头疼 这种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啊 男人的小伙子确实需要这种对抗的强度啊 来找一找比赛的感觉 赵瑞要三分 有了 总关键这个三分球很解渴 维斯布鲁瑞 已经被连着追了很多分了 是 今天两队加起来只出手了四次三分球啊 对 基本上都是在肉薄 对 因为那头的都并不是很准 来板球董汉林 奋力强下 好球 赵瑞指球领的不错 可惜董汉林第一下没拿稳啊 如果第一下能起的话啊 可能是更好的机会 还是因为 被给了对抗 是 我们看啊他这个下盘 我们讲核心核心力量 其实就是啊 从屁股到腰啊 这个这一圈给的这个力量 是 他一直在用这块在顶这个董汉林 马克西姆啊 这不愧是相对来说屡历最丰富的球员 整体的力量今天是啊 以力量建长的小董也很难受 这边再做化妆调整 拿上了瓦继姆 也是一名身高2米09的风险 我们看 强对抗之下 发球也是会出现一些偏差 这应该是两天以来 董汉林第一次两发补中 嗯 这个还是肌肉啊紧 是 24比23 中部队依旧还是落后一分 咬的还是很紧 而且第二节呢 中部队整个的进攻啊 陷入了一个停滞 是 陷入了一个停滞 是 但是呢 你的后场的推远很难去 直接去突破到内线 你不能因为对方给你一些强度 给你一些对抗 你就放弃突破 而只是想 我再把球叫回去 我再用反跑来跑 是 那当然不行啊 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杀伤 你只有杀伤 你才能把防线撕开一道口子 我们看这边上鱼长洞 而且今天这种高强度之下呀 挡拆的质量其实是不及昨天 对 昨天 几次大王也好 董汉林也好 能够很好的执行扎实的挡拆 但是今天我们看 挡拆之后还有人 这边赵俊伟的中距离也没有投进 拆的状况不理想 这种时候要去杀伤 只靠投篮的话呢 会比较困难 因为呢对抗都非常的紧 是 那么球我们看这边 赵俊伟快速的过足到前场 好球 这球啊 刘志成传的慢了一些 稍微的这个高度上低了一点 是 再高一点董汉林这个球就能够下来 在外传空位的三分 乌克兰这段时间内外开花 越打越顺啊 因为他放松啊 是 29比23分差到6分 挡拆 赵锐 赵锐2加1打成 这支球要往里杀呀 目前来看将赵锐留在场上啊 也是因为真的是唯一的一把尖刀 对 具有自主持球的这个进攻能力 对方啊打了快两截球 他也判断出来 你哪些球员内线能攻 哪些球员内线不能攻 是 所以我们看拿下赵锐伟 拿上田宇祥 还是加强在场上 身体对抗的力量 对他还是要加强突破 因为赵锐伟毕竟 他是一个组织性的一个后卫 没错 这会儿呢需要有人来上分 你看第二届比赛啊 双方频繁的被吹停 对 切的是比较碎 是 是 拔中球之后 全场的领防 上加击 这个球还是被破掉了 这边赵锐 上得有些慢 是 是 13号的别里科夫亚历山大 这球其实他本身自己的突破的路线不是太理想 但是经验不错 他知道跟你去主动寻求对抗 是 因为毕竟他是进攻队员 他是主动的一方 是更受到保护的一方 我们看两罚中一 依旧还是四分的分差 你看这时候还会用什么方式来进攻 这边放了个二三联防 对你不是开始突破吗 现在用联防限制看看来怎么打 对 对 你要突破 我就用联防限制你的突破 那你现在看看你再怎么选 还是看看有没有三分手啊 能够在这个时候命中 对 这时候远投是最解渴的方法 包括罚球线的蹭影球 能不能把这一段 一套联防的阵型给撕开 刚才打冰人 你可以去一对一用能力去突破 现在联防给你突破制造难度 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 篮板球的拼抢天宇祥 卡位卡的不错 推进的速度还可以 对方也是很快落位 这次我们看又换回到丁人 对 乌克兰这支队伍的防守还是很多变的 变化确实还比较频繁 不光考验球员也考验解说员 打王转了啊 又开始 好球 胡顶刘志轩 对抗之下整体的力量投篮 感觉上就是需要自己去做出一些调整 中部队守联防这边攻的倒是很坚决 这边基本上也是在打风险的球员 这边基本上都是在用风险去打赵瑞去打刘志轩 这是之前前 包括这两天 这个首席经常提到的 确实风险现在能用之人比较少 对 你没有风险的高度 我们讲 第二次请求了一个暂停我们回到演播室 目前来看其实整个乌克兰队阅读比赛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不管是防守端的这个变化 还是说在场上找中国队防守端的漏洞 还是比较明显 对 清晰的一个思路 对因为就是刚才咱们没说完的话题 你知道你风险没有高度 没有高度我就要去冲击你 你谁打三号位 谁来打前锋 我冲击谁 我杀伤谁 没错 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攻防两端都做出一些调整 一个是防守策略上的一个调整 看看是不是换一换联防来调整一下 特别是在体能上得到一个调整 那此外在进攻端 我们看之前倒出计划来没能投进 要去适应 要尽快的去调整自己 整体在比赛强度上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其实呢 打到现在来看 对方的变化要比咱们要多 而且对方的主动调整之后的效率和效果 相对来说比咱们要好 没错 这支队伍我们要反复强调的就是 虽然的成色不足 但是目前来看 比起昨天塞尔维亚这支队伍 可能是更加适合拿来做热身赛对手 他阵容完整 因为他各个位置上他可能能力没那么强 但我都有相应的人 很均衡 对我阵容很完整 我想打什么 我能凑出来这样一套 打这个阵容的一个体系和这样一个人员 没错 这一节比赛我们可以发现整个乌克兰队 无论是防守端的变化 还是进攻端 说去找漏洞的这么一个能力 确实是比较的强 整体阅读比赛能力 比起昨天那支塞尔维亚来说 今天的乌克兰队 可能会更让这支红队头疼 但是这也只是热身赛而已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留给红队一个学习和成长的空间 而且还有时间 还有大半场球 还有大半场球 六分球的差距不算什么 没错 而且逆境和落后是好事情 我们经历过太多之前跟一支随便哪个国家来的成色不足的队 砍瓜切菜一样 咣咣咣咣通最后赢个一二十分 是 回头到世界大赛上一点帮助都没有 没错 今年最大的变化 我觉得还是当时阿联在里奥运会之后说的 就我们对手不能说我们每次到了大赛输了之后再来总结 他说我们不能再到了大赛再去长见识 是 再去锻炼 有一句话发人深情 原话是叫做都说未来的路还日子还很长 可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晃一晃时间很快就过去 仔细想想很快又到一个奥运年了 对又到了一个周期 是 今年我觉得整体来看夏天的这几个对手 不管是不是正牌国家队也好 整体的锻炼价值成色比往年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对 我们看这边赛拿上阿布杜沙拉姆 暂停之后效果并不理想 进攻端没有打成 是 这边的反击呢是对手出现了一个比较低级的一个失误 要不然这个有可能会再丢两分 问题呢还是我们看刚才我记得是好像是刘志轩吧 出手还是机会出来了 但可惜是没有投进 二三联防 今天由于外线投手手感不好啊 对方很敢来换联防 对 没有人在法律线做撤印 这个球又是 应该是被对手碰到了 只剩下600分进攻时间了 咱们平时打篮球啊 包括这个篮球爱好者们平时打球 破联防是大家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 有很多的方法呢 包括空切啊 底线的移动啊 掩护啊 罚球线的侧应啊 但其实啊 我说实话 最简单粗暴最有效合理的破联防的方法 就是你能把三分球投进去 是 两侧45度的三分 包括突破之后 在底角出现的三分球的机会 对 退一步说 如果你能够顶着防守投进这三分球 对方的联防很快就会被瓦解掉 是 进攻换规 非法掩护 瓦基姆 所以你说现在有什么方法 有办法 我相信呢 你去罚球线更多把球打到罚球线 你底线的互相的掩护 前锋后卫之间互相的掩护 更多的去溜底线去反跑 是一种方法 但是还是需要最终转化成一些三分球的机会 没错 26比34 手法先落后到了8分 这球 被盖掉 赵太龙 这也是两天以来赵太龙第一次登场 第二次他们就投进了 这个时候 福建水花兄弟 终于上场 灵敏登场就是来投三分的 好投手就是这样 你盖我一个不要紧 我下一个依然进局出手 是 我们看场边乌克兰队请求了暂停 那我们也是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看比赛 还记得那个烈日下打球的少年吗 因为热爱 他愿倾尽全力 还记得入选国家队的那天吗 因为梦想的实现 而热泪盈眶 而热泪盈眶 我知道背后有多少人为我们加油呐喊 也知道多少人为我们默默奋献 我希望把我们最好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我们看五分的分差三十六点七秒的半场 我们看五分的分差三十六点七秒的半场 中国也同样换一个联防 这个联防扩得比较大 这边啊 应该是马奇姆 嗯 投中了一击三分球 这是一个个人能力 是 也是这一截啊 整个整体乌克兰队信心打出来了 是他们表现的一个缩影 是进了不少这种坚决的球 我们看这边依旧还是首二三联防 帮手到底脚 好球 赵太龙底脚的三分短了一些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二十九比三十六 机会出来了 这一截我们说机会其实没少出来 欢迎继续回到腾讯体育为您打来的中国南篮热身赛 昆山国际南篮锦标赛 中国南篮红队 对上乌克兰南篮下半场的比赛 下半场比赛继续由王兆峰和成员 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 上半场比赛 中国队在整个第二节被对手 单节拿到了二十一分 自己只有十一分入仗 单节目前是带着一个七分的劣势 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 进攻端不顺 第二节总的给大家的印象 尤其是对抗上来了之后 首先内线没有一个强点去支撑 另外因为封线缺少杀伤力 后卫的冲击力不足 我们之前也是要提到 没有了小婷之后 整体在封线上的造杀伤的能力 包括小川的硬伤缺阵 其实在封线上能够给到 李南指导选择的人数并不多 更多的我们看还是依靠像刘志轩这样 可能在俱乐部仅仅只打到二号位的球员 来顶三号位 这种突击和杀伤的缺乏 造成了对手可以防守越来越往外扩 会影响你的三分的命中率 我们看这边阿霍尔 这支乌克兰队我们可以看到 在防守端很多遍 他防守端的成功率一高 开始带动他进攻端 整体的命中率也有提升 这边米哈伊洛连续的吃到犯规 赶紧换下 这一节米哈伊洛已经领到两个犯规了 米哈伊洛对于这个球队的作用还是很重要 在今天顶防大王的过程当中 其实米哈伊洛还是让王队很难受的 而且他84年的老将 34岁他能支配球 而且我们之前从上半场的几个零星的 他的进攻来看 手上活也是比较细的 具有欧洲大个这种在篮下完成的 比较顺滑的手感 对 他在场整个的进攻会活泛很多 是 昨天其实大王在内线不管是挡拆顺下接球 还是在第一位直接要 都能够比较轻松的拿到球权 对展开进攻 但今天其实无论是米哈伊洛 还是这边马克西姆 今天让大王整体在进攻端并不是太顺利 对 马克西姆91年27岁正当年 是 我们看第一脚又是三分球 没有投进 来满球大王收下 再找赵瑞 方硕这球啊 没有选择三分球的出手 下半场的首发之人 我们看稍微做出了一个微调 由赵瑞替下了这个赵继伟 是 意图也是很明显啊 希望加强进攻 这球方硕还是要小心一些 看脚也是踩了一下 这是大王今天为数不多的强攻 但是我们看力量对抗之下 整体的攻坚距离变远了 选择是对的 包括刚才李南指导在场边是大声的鼓掌 是 这个时候你不攻 没有强点去攻 就证明了你根本改变不了这种僵局 这种强度的对抗首先是不能处 对 还是要把尽可能的把技术动作做完整 对 还是要去主动要去攻 要赶攻 我们看这边吹了虞长洞一个犯规 对 虞长洞可能是右手啊 有一个勾着对方的动作被裁判抓到 对 9号的科别茨亚历山大上罚球线 今年的夏季联赛 他也是代表了芝加哥公牛队 参加了下几联赛的比赛 自投自抢 两罚不中 但是对方拿到金冠冷板球之后再打进 这样分差来到了两位数 哎呦不专注啊 赵瑞这球发球又丢 对方险些打成空中接力的配合 呃很不专注 是 这球是比较的可惜 21号的打给九克安东 空中接力比较轻松的一次配合 没有打成 还是去打游至宣这个点 错位了这个球 防下来了 但是呢实际上对方是找到这个错位的点了 呃 王舍林 呃运气不错 但是我们看这跟昨天 大王一旦展开突破之后 整体的攻击效果是截然不同 这个大王 直接被顶开了 迈着四方步 有一个接触之后给弹出去了 是 又是一个掩护 今天 啊 中国队这边的掩护质量不高 但是乌克兰这边的掩护非常的扎实 对 他大个子还是比较敦实 可以再往若瑟转 传得不错 这球至少王舍林能看到底角的方术 这就是 啊 很不错的比赛阅读的能力啊 是需要这种突破 啊 看这个球啊 这个发球 应该是赵瑞的发球啊 呃 没有观察到这边应该是之前的科别斯亚历山大啊 很鸡贼 偷瞄着把这球给断了 方术应该还是在叫队友啊 来做跑位 发出来给到于长洞 还是一个联防 啊 因为要位呢给不进去 赵瑞的三分啊 还是短 嗯 今天 这两场比赛下来啊 赵瑞所有的三分全部是刻在狼口前沿上 对 还是要做一些基金的调整 啊 需要加大力量或者调高抛物线 赵瑞昨天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九头一中 嗯 我说要到位置 但下线的夹击来了 哦 对 我们看第一下 大王刚刚要到位置的时候 后面的夹击的队员已经在身后就靠过来了 啊他等着你转身转过去 对 对 对 这一节已经出现了两次输 都出来三分球再投进 嗯 啊这边科别次亚历山大啊 这一节 他的表现算是乌克兰这边最亮眼的球员 其实也就一刹那的机会 呃一个球的时间 是 我们看这球 嗯 我觉得这一节啊 整体下半场回来 并没有太专注 这是之前首席反复提到这个 对 特别是在防守端 呃赵瑞这几个球啊 特别是首发登场 好像没有太适应首发的这个角色 对 还是整体上啊 这个可能被对手打得有点发懵 是 那我们看这边 投篮稳定性要更好 没错 能不能尝试给他一些机会 至少从他的这个区域 从他的这个点 先打开一个点 先投开一个点 是 那可能大家在之后打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轻松一些 没错啊 应该是上一个投手这段时间 先针对对方这个联防 让对方的这个联防 先瓦解掉 因为呢你现在没有纯投手 没错啊 相对来说呢 方舍投篮算比较准的 但其实方舍今天的状态呢 也不是说特别理想 没错 啊赵泰龙呢 刚才一看感觉 我觉得这种调整能力还不错 是 其实可以上来去试一试 是啊 看看在这个暂停之后 是否会做出换人上的一个变化啊 这个 在下半场先做出一个换人调整 是下赵级尾上赵瑞 对 明显的感觉是要加强自己的冲击能力 对 但是目前来看的效果并不是太好 对 因为呢 你不能说光靠冲击就能改变这个 是 你的冲击是为了带动内线 是为了带动三分球 不是说仅仅为了突破而突破 是 所以最终要反应到呢 还是你要投中一些远投 没错啊 看看接下来在三分线外 是否啊 因为除了大王之外 其实现在一到四号位都可以来执行投篮 对 更多的其实考验的是 战术的执行力 包括整个战胜的一个完成度的一个质量的关系 对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应该是余长东造成范哥上滑球线 一个比较微妙的就是说呢 投篮这个它是你心里的一个反应 是 你越投不准 那你可能心里压力就越大 是 这个其实也是在比赛当中啊 去学习自己心态的一个调整 对手呢 他投的越顺 他越轻松 是 这个就应该要靠李南指导来做一下这个言传身教 对 比赛时候三分如果开始投的不是很好 应该怎样来调整 我们看这边 哦 这应该是李南指导的爱子 对 戴明女士和他的儿子李露童 是 李露童今年应该也是已经通过增补进入到了国少 国奥队的这个名单当中 他是在这个江苏的青年队 是 之前的青年人赛应该是代表这个江苏肯蒂亚在打 对 哎呦 这边 地板这一块好像确实有点滑 之前上半场方硕在这个位置也有滑倒的这个情况 险些是有一点猎气 我们看这边又是十分的分叉 我们看果然要上赵太龙啊 哎 方说这是鞋的问题啊 呃 还是说地板上有汗水 赵瑞再来试一个 还是刻在蓝矿前沿上啊 呃 这并不是他们真正水平的一个展现 是 遮天蔽日的一个风堵 这一次大王包括赵瑞整体的风堵 防守啊还是很到位 又停球了 因为好球 啊这球赵瑞连续的闪转腾挪 还有一个假动作骗过了两个防守队员 是 但是也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很难直接去杀到禁区 那突到一半的位置呢 迫于防守压力很多时候球只能分出去 或者说球只能停下来 是 这边中距离 这是一个机会 其实也没人防了 但其实整体啊 乌克兰这几个回合也没打在节奏上 对 都是打着哪算哪 但是呢 人家毕竟是领先的 人家是有资本这么打 好球看王哲联 好球 可惜了 这球大王是转过来了 其实 他可以多用假动作 没错 因为呢假动作是他的一个优势 我们看有人员调整啊 应该是夏赵瑞上赵太龙 对咱们刚才还在聊 能不能拿赵太龙上来试一试 是 李南知道也有这样的想法 这边王哲联造犯规上罚球线 昨天大王在罚球线上的表现不算太好 看看今天在整体的投篮上是否做出过一些调整 罚球呢一直以来不是大王的一个特长 其实呢大王需要强化这一方面 因为呢你既然爱在低位攻 爱在篮下攻 你善于用假动作 善于利用转身和虚黄 那就意味着你肯定会有很多上罚球线的机会 是 哈 两个罚不中啊 是 大王的这个罚球这两天都不算太好 八分球差距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现在的麻烦在于你很难看到中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需要一波小高潮 但是在进攻端确实中国队现在比较出手无策 哎呦 脚步上的变化 好在是没上进啊 但其实这球已经出现了非常不错的上空篮的机会 机会是出来了 这边啊再上刘志轩 看看是谁被换下 这边应该是拿下方术 哦 方术被换下 方术也打了挺久的一段时间 那这样是主动放弃了至少有两名后卫在场上的战略 现在是换上了只有赵几位一名成空位 再加上的是赵太龙以及刘志轩这两名侧翼的球员 对 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规化的一个阵容 对 哦 这一周 上范子明 对 年轻的小将 范子明 在这个时候算是灵危受命啊 是大王拿下去了吧 是 上了范子明 之前呢范子明在红队的比赛里登场的机会说实话并不是很多 是 几乎是寥寥无几 对 他呢运动能力不错 身板不错 但是呢技术的细腻程度稍微弱一些 这边还是身体对抗啊 技卫还是吃亏一些 这段时间呢给大王下去喘狗气 范子明上去呢就是要去撕咬对手 就是要强悍 要展现自己的活力 哎呀 这球赵太龙和于长洞出现了配合上的失误 这球传的有点想当然了 因为赵太龙出球太快啊 这球 于长洞其实应该是想去做挡拆或者往内切 48比40 8分的分差 不错 有攻有防 上球也比较及时 这边后撤步 三分没有投进 篮板球 范子明这段时间 这个球其实可以稍微稳一下 是这球一传其实不是到篮下是最好的选择啊 因为你第一下即便打中了呢 对方还有10秒钟的时间去打最后一攻 是 这几个球其实范子明的篮板球的平抢 在这段时间我们说也是能够 让红队友追进比分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你能看出来呢这个队员他的比赛的欲望 是 赵太龙 三分球 再来一个 赵太龙分场比赛投中了三季三分 这样三节战霸51比52 赵太龙的这一节在三分线外的表现 帮助红队带着一分的劣势 进入第四节的比赛 这一节红队其实一度落后10分 对 6分啊你看着不多 他的战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那么呢他的两季三分球呢周而复始的去重复 才能有可能成为一个领域接触的这种从业者 没错 我们看来到第四节的比赛 双方仅仅只有一分的差距 这节依旧还是用了范子明 我们看内线是范子明加上阿卜杀拉木 外线赵瑞 赵太龙再加上刘志轩 范子明带来了内线强硬的保护和活力 是 那这个赵太龙呢则是给外线架上了一个瞄准镜 没错 像一柄安上了八倍镜的98k 98k 是 就像第三节还在念叨的 是不是有可能把他拿来试试 现在一看 确实赵太龙也没有辜负主角链的一个信任 是 赵太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在这支红队当中 三分球属性比较强的球员 纯投手 对 上赛季他和陈林坚所组成的这个我们说福建的水滑兄弟 对 这边我们看罚进球之后也是一个扩大的全场的领防 福建上赛季的球就是扔 对了陈林坚扔完赵太龙扔 赵太龙扔完这个拉斯史密斯在扔 是 54比53 双方比分咬得很紧 好球 好投 这段时间防守的呼应不太好 可能因为这套阵容啊 平时在场上打的时间都比较少 对 整体的换防啊 包括初来阎阻啊 还需要在场上进一步的多做沟通 再转 内线应该是在范子明要位的时候对方有犯规 他要的很强硬 是 又是米哈伊洛 并不畏惧和这个老将去发生身体接触 其实整体第三节啊米哈伊洛不在的后半段 内线的防守还是比较吃亏的乌克兰这边 全怕少壮没关系 这时候呢不见得范子明会吃亏 哎发不出球 高调传球给到赵瑞 好球 这球阿不杜球没拿稳 换到左手 后续的反应还是很快 这就是打过下季联赛啊 做所有动作的速率都得快 这种球啊 丢了不是一个两个了 昨天退防做的不错 但昨天第四节的退防其实做的也不算太好 不好下半场都不是很理想 赵瑞这边造成了对方的打手犯规 一开始呢第四节 整个中队在退防上问题是比较明显 是 这边拿下刘志轩拿上方硕 看看大心脏的方硕在第四节啊 能否再给我们献上 几次非常精彩的进球 其实这场球中队人员轮换并不是很多 是 这也是目前啊 李南知道还是尽可能的想在比赛当中啊 沿用亚运会的阵容有关 对 我们看几名没有相对来说啊 可能亚运会边缘名单的球员都没有得到太多的上场机会 赵瑞今天拿到了11分 四年前啊 仁川亚运会 当时赵泰龙是共鸣指导率领的那只这个中国队的得分王 是 当然很多人没想到那只球队有定业宇航 有周琦 有怪伦 虽然他们都比较年轻 但是呢 他们的名气 很多时候都比赵泰龙大 但是那一届的比赛 赵泰龙发挥非常稳健 也是为数不多 在三分线外能够有稳定输出的球员 57比60 三分的分差 这个三分啊 就是盖在南篮球员头上的那层水 对 赵瑞的突破 再次两分打进 现在双方是陷入到了缠斗当中 你来我往 谁也防不住谁 这其实就是比赛当中 其实首席多次提到的啊 这种胶着的比赛 怎么能够 一是我咬牙顶住 二是我怎么想办法把这个 目前的这个劣势转为盛势 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培养的意义 对 我要先咬住你 那么我还要去想办法去超越你 是 59比60 再次进入一个暂停时间 第四节比赛还有7分47秒 我们看现在就差一分 其实双方始终在一分三分之间来进行转换 但其实乌克兰这边已经多次利用到了中国队退防不及的弱点 打成了多次篮下的进攻 中国队需要在这个时候更重要的其实就是强调防守 好在呢 中国队现在你看他慢慢呢也摸到门道了 是 慢慢呢他三分九头开了之后 他也知道你的防守现在需要扩出来一些 是 我也可以通过你看赵瑞刚才连续的几个球 我也可以通过突破去打你的结合部 是 我们可以看到在适应的这种强度过后 特别是我觉得在第三节 下半段啊 南岚开始适应这种对抗强度 找到自己的比赛节奏之后 特别是命中率上升之后 目前来看啊 南岚还是有一些解决的办法的 我们看乌克兰来发后场球 一分的分差 依旧还是死球之后全场扩大的 盯人 持续的给他压力 是 险些断球 是 乌克兰一旦防守端的信心被动摇啊 他的进攻端也会出现犹豫的情况 对他还是一支依靠防守带动进攻的球队 这和现在这支中国南岚的风格是有些相似的 是 而且他一旦在身体对抗上占不到便宜呢 他也开始有些自我怀疑 对 看看南岚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 乌克兰攻防两端其实都有一些漏洞 来把比分反超 赵瑞继续突破 可惜了 这边范子明拿到进攻篮板球造犯规 第三节的骑兵如果是赵太龙 那么第四节的骑兵打到目前来看就是范子明 今天还没有得分进账 是 第一罚罚证 范子明就像是打到决赛前换上了一件三极甲 他今天在内线带给南岚的活力 包括篮板球队拼抢 这段时间其实对于篮筐的保护 在阵级战士当中范子明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段应该练的不错 看身形也有一些瘦下来 包括这个肌肉线条 比起去年在广州的时候 感觉是更加明显了一些 看出来这个夏天也是没少花功夫 这一节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反超了比分 61比60 比萨还剩下7分钟的时间 这一段的僵持非常的关键 没错 遇到挡拆就换人 而这段时间乌克兰队更多的 还是依靠个人的冲击 吹了阿卜杀拉姆一个犯规 顶着人去用欧洲步 突然的来改变行进的线路 下半场乌克兰其实更多的 还是依靠科佩茨亚历山大这个点 在与南岚来做周旋 对 他定心丸 是 今年也已经为大家介绍过 这位球员今年也是代表了公牛队参加的夏季联赛 之前是进入过市域赛的名单 但是并没有进入最终去参赛的12人这个大名单 96年的队员年龄还是比较年轻 是 各方面的技术动作呢 技术特点比较均衡 我们看三分两分都有掌获 今天他罚球也不好 对 也多次两罚不中啊 我们看今天乌克兰的罚球也就12罚中6啊 50%的命中率 好球 好球 这边 方硕给到中路空切的阿布杜莎拉姆 两分再打进 很激紧的一个空切 其实也就是电光石火间一刹那的一个阅读 换防 DV去怼方术 先犯规 倒是呢 也思路很清楚 换防之后大打小 对 我尽管这段时间呢 进攻状态不是很好 但我体重毕竟比你大 还是我们说的去找第三高度啊 找第三高度上 特别封线这个位置上 对 身材的一个优势 掩护犯规 今天这几次非法掩护啊 其实动物的球员都有这个毛病 对 膝盖稍微动一动 胯部稍微顶出来一点 对 你身体的这个位置啊 很有可能会决定 来我们看 这球啊就是胯部 包括膝盖 有一个上赢的一个动作啊 对 你感觉是去从一个方向去别倒了这个掩护的球员 是 这个球啊 也就是赵瑞 包括像赵继伟这样的球员 敢往这个大克尔直接往身上撞啊 阿布图沙拉姆主动接过了拖把 清理地板 这个阿布图沙拉姆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阳光很积极的一个形象 对 他在场上就是让人感觉到那种年轻球员的这种朝气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收获啊 我们可能说夏天的比赛看不到郭爱伦 看不到意见联 可能电眼宇航和周琪打的比赛也有限 但是我们能收获像吴钱像阿布图沙拉姆这样子球员 在国家队的表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夏天 对 防守上来了 再往若瑟转 好球 这球阿布图沙拉姆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当然了我觉得这一球的投空还是要记在赵瑞的突破分球上 对 是这一下的撕扯 是 改变了对方的防守 你们看啊 这个球也是空间一下子就拉开了 其实这段时间中国队破乌克兰这个联防已经非常从容了 因为有赵泰龙在外线 对 有防守在外线 整个乌克兰的这个联防扩得非常大 对 中间其实在整个罚球区的这个核心的位置 留给到赵瑞非常充裕的一个处理球的空间 对 这边应该是桑基尔被罚出场 就怕你老虎不出动 就怕你猫在里面 是 只要你动 就会有机会 只要你敢往外扩就有机会 因为呢进攻方毕竟是主动的一方 是 防守防晓跟着进攻方来做调整 再次 两罚全中之后65比60 五分的分差 中国队继续领先 五分四十五秒的比赛时间 五分四十五秒的比赛时间 哎呦这边 给了赵太龙一个推人犯规 其实也预判到了对方想要直接一个卷切 是 进入到三秒区的意图 这个战术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 对 但是这边我们说今天 场上这段时间呼应啊 防守端做的还是不算太好 特别是在小个儿与挡拆之后 让大哥出来严阻这块 其实做的一般 那两两之间呢 还是要有足够的一个沟通 是 底角点一下 空位没有投进 篮板球阿卜杜收下 依然是五分球的差距 是 这段时间乌克兰的密中率下降了 对 是中国队拉开比分的好时机 他基本没有办法上分 再给到阿卜杜 到底角赵太龙的空位 很好的机会啊 但是这球哎呀 范子明的积极拼抢 至少没有让对手形成 攻防转换的机会啊 对 还是很好的机会 那把空间拉得很开 是 找到了 空位的赵太龙 对投篮最好的队员 我们看这边上 别里科夫亚历山大 这是之前在篮下 专门去打刘志全的正名前锋球员 我们看果然一上来 又开始要位 果然一上来就要位 要去打风线 就是把大个往上线提 对 让第三高度做篮下 对 拉空这个三秒驱离 我们看下范子明 是不是上大王 王哲林登场 今天 别里科夫亚历山大啊 在篮下 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啊 因为风险高度 确实 这支红队 没有小川 没有小丁 有点捉襟见着 对 回到了这个下半场的首发阵容 继续要来破这个二三连防 阿布图继续找赵瑞 刘志玄要三分 看这个弹道就有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打通了任多二脉 是 内和外之间的这个联系被真正建立起来 这边乌克兰小四分钟没有上过分了啊 中国南篮打了一波11比0 又给了南篮球员一个犯规 这段时间体能下降啊 手上的动作开始多了 对 而且呢 对方现在也很清楚 我现在可能运动战不好进球 不好得分 那我就去制造你犯规 其实现在啊 南篮队员就在场上互相呼应的就是不要下手 对 把手交代干净 少下手 然后呢 可以给他一些进攻动作 这个让他去完成进攻的动作 因为他现在他们的体能也处在一个 极点的状态 对对对 他也是高度消耗的情况下 不一定能保证命中率 两罚中一 篮板球 刘志玄收下 68比61 说话间分差来到了7分 罚球命中率本场比赛 中国队有76%的罚球命中率 这边夹击了 应该第一时间再往啰嗦转 就转的稍微慢了一点 跑球 直接掉到篮下 这球有一点干扰球 被盖了之后再去强打 这球应该是先吹了犯规 阿卜杀拉木要上罚球线 第一下有点干扰球 对 但是我们看第二点的反应很快 这一传啊 弹速和反应都不错 这球应该是在 界限之间 对 但是二点的反应 我觉得这就是乔丹贝尔 跟阿卜杀拉木说 别管先抢 对 我们看很多NBA的比赛 球员是不管 有没有吹犯规 一定是先把下一个动作先做出来 对 你吹不吹犯规 我先把投篮的动作做出来 是 你吹不吹犯规 一旦有了这种自由球 我就 要去拼 就去抢 那姚明刚去NBA 这个 跟朋友说 说他们哪像是在抢球啊 就是 对 分别就是在抢劫 你可见这个竞争性 是 是 我们说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球员 在夏天有机会去代表NBA的球队 去打夏季联赛 不管能不能登场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一是先进的篮球理念 先进的训练的技术 对 此外就是他们对于比赛的态度 对 先吹了Loren 是不是又给到大王 嗯 因为对手这段时间的主动冲击比较多 是 我们看这边再做换人调整 拿下了克里托乌斯帕维尔 拿上了4号首发的马克西姆 第一阀运气不错啊 弹在篮抗弹了几下还是踮进去了 这段时间呢 中国队最重要的还是防守 因为呢进攻的问题 我们看第四节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 是 那么接下来呢 又是握着7分的领先优势 这球罚球啊 进攻篮板球丢了 现在要减少犯规 因为呢对方想犯规 想让你犯规 想去不走表的上分 是 我们看这边中投没有投进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整体的体能 嗯 乌克兰队已经是到达一个 比较糟糕的状态了 嗯 看看中国队这边能否抓住机会 再给到大王 走步啊 嗯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大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感受 对 嗯 嗯 依旧还是一个卷切 转转的不错 勾手 没有打进 这是一个勉强出手 哦 我觉得南篮要让这个乌克兰队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个人的单打 对 这是比较低效的进攻手段 对 因为呢你没有体能保证你的个人能力不一定能够发挥出来多少 没错 不让你有轻松的空位的投篮机会 防守的目的就达到了 再给到阿卜多 好球 哎呦可惜了啊 这球 相对来说太深了一些 导致其实没有一个太好的打板点 这一下其实动作还是比较流畅 领的非常不错 对 这一下把这一步顺过来啊 球领人 战术犯规 防守 这个比较及时 目前7分的分差 罚中6分再罚中一球是5分 还有2分钟还没有到这个可以放松的时候 两花中一篮板球 今天罚球让对手抢了不少进攻篮板球 对 在这个保护罚球的篮板球上做的确实不是非常好 哎 这边赵瑞防守又是丢人了 红克兰这个上下半场进攻效率啊 云泥之别 所有的防守啊 这都是因为体能的问题 对 好球 哎呦 阿卜杜也是没劲了我感觉 手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哎呦这边 科贝斯亚历山大三分再投进 追到差三分 一分三十一秒 你难知道请求暂停 当然这个球还是传不错 我们看这个三分球啊 呃让我想起昨天打塞尔维亚最后的那个回合 对 呃让对方太快的得到了三分球的得分机会 当然了这个球投的本来也是在常规节奏之外 他就是打你立足未闻 是 因为正经的等你防守落下来之后 不一定能打他 他知道自己机会不多 对 我们还是看到了一场比较胶着的比赛 对 其实包括昨天虽然分差不大 嗯 但其实整体的比赛节奏是在南篮的掌控之中 对 但是今天其实整体乌克兰利用他们的强硬 啊 利用他们的身体对抗 某种程度上来说改变了比赛整体的一个走势 呃大部分时间里啊 其实是对手掌握着主动 是 呃那今天我觉得南篮还是做出了比较积极的一个调整 啊 我觉得这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 嗯 这个球 这几个空切啊 应该是这场比赛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嗯 阿卜杀拉姆在罚球线的侧应中路的空切 包括他在底角啊 接球之后一步起这几下 嗯 虽说有一个篮下没上进 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对 但是整个第四节阿卜杜在打四号位破这个联防的时候 我觉得争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再给到方硕扩大的二三联防 低脚赵瑞 投了一个过桥 对 赵瑞还真的是需要去校正自己的三分球 防得不错 这一次大面积的阎祖 好 还是要来 想打低位 还是想打低位啊 这球进攻犯规啊 这一肘子是抡在了方硕的脸上啊 这球搂人啊 这球没问题啊 嗯 这绝对的进攻犯规啊 对 是很明显的一个要通报的进攻动作 镜头再次对准到李南枝的 由于比赛还剩1分05秒啊 乌克兰这边也是要加快一下比赛的节奏 对 呃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进攻成功率很重要 如果再打成一个 这场球基本上就揣兜里了 是 这边 寻球挡拆 自己来打了 寻球挡拆 突进去 在右派转 传出了 方硕的三分球 哦 差了一点 扣在篮框前沿上 这边运球 自己来 哎 这个球啊 莫名其妙啊 莫名其妙的失误啊 这个很低级的一个失误 是 这边应该是5号的安德烈啊 这个时候 因为他停球了 对 这球停的莫名其妙 是传的也莫名其妙啊 这球可以把时间打完 是 刘志萱 可是能力变相的摆脱 给到内线 王哲林 这个时候2加1打中 啊 杀死比赛的一个球 绝对是 大王今天可以说郁闷一整场 但这个球 帮助了红队啊 可以说锁定胜局 刘志萱这个传球很诡异啊 是 他的这个节奏 看似在运球的节奏中 球已经送上去了 我们再看 哎 这就是这两天 其实首席反目提起来 在辽宁队当中 对好像 5个位置 4个位置是大盘 对 但是刘志萱 是那最重要的粘合技 对 而且大王在关键时刻加1 罚球命中 对 再上田宇强 就来防着12.8秒 对 呃 还是这个不要犯规 那不要给三分球 这边乌克兰队也是请求了一个暂停 嗯 最后的失误还是非常的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啊 是 我们看这边富豪和雷蒙这两双比赛也是没有获得太多的上场时间 之前也打得很少 是 大半支81队这都在红队呢 对 这个教练也是81系的教练 是 防撑一个再抓一个篮板球 这个球就 彻底的是手拿拔钻 我们没有投进 拿到篮板球就往前场扔 尽可能的要去消耗时间 对 当然首先还是要做好防守 尽可能是 对准到了科别茨亚历山大 这球 极大可能还是给他来打 嗯 换防之后阿布杜来防 只能投三分 勉强三分出手 没有投进 两分有效 这样72比70 嗯 中国队是在 昆山国际男篮锦标赛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啊 两分 险胜乌克兰男篮 我们看这边 是有队员倒地 艾霍尔投完三分之后很痛苦的倒在地上 这球是不是 踩到了 不知道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放啊 但是还是希望双方的队员都能够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啊 我们看这边乌克兰的球员还是围在场中啊 好像